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一句话 十年前不是1998 而是2008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原来实际的流速这么汹涌 但距离咱们看到这句话 又过去了三年 甚至已经逼近第四年了 在飞速的发展下 多少网络游戏起起落落 要么死在沙滩上 要么就连点浪花都没起来 我正准备感慨时光如梭的时候 就看见CF更新了HD版的竞技大区 我才想起来 这个游戏正好是2008年3月26日 正式进入布山的内侧 同年的4月28日正式公测 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们当时的宣发标语 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 那么咱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 CF进化前的13年 和进化后的状况吧 早期的CF可谓是红极一时 在刚刚上线就收获了巨大的人气 在刚开始的阶段 还没有生化模式 那时最有创意的玩法 当属幽灵模式了 潜伏者方禁止和完全隐身 行动时会稍微显行 但代价只能是拿着近战武器 而在民处的保卫者 虽然装备齐选 但需要仔细观察 或聆听呼吸和脚步声 才能分辨出敌人的位置 这种模式所带来的刺激 和普通的对枪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在穿越火线刚出的时候 也收获了不小人气 再之后 就是CF人气彻底紧奔时爆发的 生化模式时期了 在那段时间 我们经常出现一道放学时间 兴奏冲打开电脑 发现频道根本挤不进去 只能一边狂按回车挤频道 一边心惊胆战地计算 自己还能玩多长时间的情况 人多的频道各个爆 人少的频道又少的可怜 根本玩不起来 只能去应息 然后人一多 不正经玩游戏的也会多起来 在生化模式刚刚上线的时候 还没有强力强制的玩家 最喜欢的图就是生化沙漠 因为生化沙漠堪称bug沙漠 总有地方能让你卡进去 或者藏上去 就比如最经典的卡箱子 虽然现在已经全都修复了 但在那时 生化沙漠有个箱子 可以卡bug卡进去 只要稍微掌握一点技巧 就可以卡进去 进入箱子之后 外面的攻击 没法攻击到箱子里的人 于是就出现了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睁着看谁 能够第一个卡进箱子 经常有一群小红 绕着箱子一边绕一边 骂街的情况 生化摩世之后 令人们记忆深刻的 就是近战武器的传世经典 马来剑和尼泊尔军刀了 上线之后的尼泊尔军刀 以其极为恐怖的破坏力 只要掌握好一个节奏 一个中极就能带走一个人的伤害 成为了刀战的王 那时谁手里要有一个尼泊尔军刀 在死亡隧道 直接就能站在中间 单防对手一路 横着走了一段时间的手符和铲子 看见都不敢随随便便 站在尼泊尔军刀面前 与尼泊尔军刀同样名声的 还有马来剑 他凭借自己独特的射程 对 这把刀甚至可以用射程这样的词了 来让自己在刀战模式成为禁忌 那时经常有房间标题 就直接开门见山了 马来狗 马来狗 按住左剑不松手 当然 既然说到神器了 那就不得不及 几乎可以代表CF的神枪 火锡灵 这把枪的出现 也可以说是CF彻底和写实风 决裂的标志 在这之前 也有相当多的好枪 例如M4A1S和大炮巴雷特这样的枪 但他们的设计理念 依旧是以武器写实为主 但夸张的火锡灵以它外貌和特效 瞬间征服了一大批 还在读初高中的孩子 那时大多数人 根本不在乎的性能如何 就是帅 玩家之间的交流频率 明显提升了一个等级 如果你手里拿着一把火锡灵 别说是队友 哪怕是对手也可能一路穿越火线 跑过来问你能不能把枪借给他摸摸 在历经了辉煌之后 CF也随着游戏玩家的年龄增长 而逐渐衰落 玩家们能够安心坐下来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少 而玩一玩 也会看着一片灰色的好友列表 请你一阵难受 随着游戏技术的发展 CF的画质逐渐落户于时代的脚步 甚至有时玩CF 还未被人嘲讽怎么玩这种古董游戏 此时的CF可以说是净显疲态 可能再挣扎一段时间 就会被时间的大浪拍碎后 混入时代的滚滚洪流 但CF自己也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困境 于是他们大刀阔斧进行了一次尝试 推出了全新的剧情模式 开始着手对世界观背景进行补权 而且这个模式还是完全免费的 这可就有意思了 13年了 我就没在CF上看见过正经剧情 最沾边的挑战模式 也没头没尾的 只是编了一些大家在一起打怪的剧情吧 根本没有连贯性 可以说 保卫者和潜伏者几乎就是纯粹的两边互射 射了13年 而CF HD一上来 就让我看到了这个剧情模式 我就很好奇 他们到底会讲点什么 难不成讲讲那个 炸了13年的运输船下水的事 首先加载页面就给我们埋下了个谜团 这个潜伏者的高官斯塔纳是谁 一开始的C机画面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两架飞机上已经插满了旗子 像一个戏台上的老将军 又是前贼先行王 又是小事一桩 我盲猜 这俩飞机凑一些 不一定能够剩下两个螺旋甲 下一幕我们已经到了 第一个是落地的狙击手兰达尔 接着是指挥官卡瓦诺 重火力手莫拉雷斯 还有突击手哈尔 这四个人应该就是我们的主角团队了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斯塔纳抓走 在狙击手远处侦查后 用飞机上的重火力清除危险 接着全员速向突袭 这一套行云流水战术让我有点恍惚 我看的这是CAF的剧情吗 而且我们的角色竟然能用机秒 而不是纯妖射了 这位游戏的战斗增加了真实感 落地之后 立刻触发了子弹时间 这个子弹时间是我们的技能 可以随时使用应对一些威胁 虽然行动非常成功 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斯塔纳 正在他们交流的时候 面前的冲锋一号 被一发火箭弹直接击落 紧接着 猛禽六号虽然试图离开 但也被击中 无法控制的飞机 直接砸进主角所在的大厅里 爆炸的螺旋桨像是夺命的镰刀一样 从队员的头上几厘米划过 此时敌方的支援入场 一切都像早就计划好了一样 小队也随着立刻执行Plan B 准备从建筑里枪行突围 顺便说一下 这里的配音弹入感很强 而且很接地气 该骂的时候不会流嘴 或者动不动就 天啊 上帝啊 这样的翻一枪 玩的时候就不容易出戏 在小队即将进入工厂的时候 门锁上了 正在打算爬枪肉路的时候 潜伏者在对面的居民楼 向小队开枪 莫拉雷斯成功翻阅 剩下的卡瓦诺和哈尔 必须穿越工厂 但就在推进的时候 躲在侧面的人 一枪打穿了卡瓦诺的身体 接着哈尔也被重击敲晕 但在哈尔忽明忽暗的不意里 可以看到 莫拉雷斯发现了哈尔 并且成功把他救了出来 接着 我们以哈尔的主视角 看到了他做的梦 在梦里 几乎所有的照片 都是混乱而破碎的 这里我们可以收集 他梦到了妻子的谅解 但此时他还身处战场 接着他梦见了卡瓦诺 哈尔看见卡瓦诺 在向哈尔求援 回头他看到了哈尔的身体 在混乱中他猛然醒来 从莫拉雷斯口中得知 卡瓦诺已经战死的消息 同时哈尔成为队长指挥行动 他们本该离开 但无限电在卡瓦诺身上 他们无法联系到直升机 没有足够兵力强行跨越并进线的他们 就只能铤而走简 事实劫持潜伏者的电台 联系直升机就完了 在前进的路上 哈尔一次又一次强调小队现在 必须以稳健为主 不能再失去哪怕一个人了 在兰达尔狙击的配合下 哈尔穿过战区一路来到塔楼 期间战斗不断 哈尔忙里偷闲还刀了几个罐头 给自己刷点刀战战警 而且在塔楼里 还看到了好几箱保卫者的装备 和一把巨大的狙击枪 但作为军人的素质 让他迅速屏息了这些杂念 专心突围防守 在进入通讯之前 还非常专业地打掉摄像头之后再进入 但即便如此 敌人还是快他一步 先是一个震爆弹 让哈尔失去辨认能力 接着一枪拖把他敲晕 等哈尔恢复意识的时候 他们的目标斯塔纳 就站在这位陌生女性的身后 当哈尔完全恢复情形 斯塔纳不断逼问他的队友在哪 甚至不惜让自己的手下 对哈尔用心 审讯员为了提取情报 还告诉哈尔卡瓦诺还活着 但这些都没能敲动哈尔的嘴 眼看着哈尔即将被审讯员 毁掉一只眼睛的时候 一颗子弹打穿了审讯员的头颅 狙击手兰达尔来了 剧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但适合作为一个节点 接下来哈尔能否在兰达尔的帮助下逃出生天 而得知了卡瓦诺还活在矿井里的哈尔 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对于这个能够解答 深挂幽灵起源的究极谜题 CFHD也会在未来 推出更多的剧情模式进行解答 这一切各位可以在游戏中亲身体验 没有亲自游玩那么有意思 那么非常感谢各位可以看到这里 我是哈尔能于 我们下期再见